生活五彩又斑斓 和谐相处并不难 朋友间 邻里间 父子间 婆媳间 兄弟姊妹走里间 家常理短常出现 那个别为小事把脸翻 有理不知找谁便 莫慌冷静把情念 律师不知该咋办 常看热线说法篇 老人不都说养儿防老 女儿是爹妈贴心的小棉袄 可没想到 八旬老人谢大娘 有儿有女 本以为是老有所依 结果却是少艺可欺 谢大娘今年是八十多岁了 老伴去世很多年了 一直孤身一人 几年前经人介绍 认识了同样丧偶多年的张大爷 这俩人也是情投意合 还在八十高龄的情况下 去登记结了婚 谢大娘吃了一辈子苦 养大了七个儿女 孤单多年 这遇到了知冷知热的知心人 这应该是最好的安排 本想着能相知相守相伴到老 却没想到婚后的生活 那是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上 本来挺幸福 他们就给了老脚 要回老家去 沙龙老家喝药要死 你说我能一心 他要死 他要死的话 你说我们俩不管在福气上 那一年我都见不怕了 他还起早的 这么的爸爸 我就回了很多公司 住院来了 这么的爸爸 牛爷就给打敲 他就说这老头挺好的 他说牛俩都一起 就这么个事 你现在就是愿意跟着叔叔在一起 是不是 我就跟他死 我也死在这 他要不年我 我就死也死在这 张大爷和谢大娘在一起三年多了 按说这个岁数找老伴 图的就是能够在生活上互相照应 寂寞的时候 有个说话的伴 不给儿女添累赘 张大爷说了 本来没想去登记结婚 可为了给谢大娘的儿女们吃歌定心丸 他还是拉着谢大娘去办了手续 这是登记证 他老闺女老闹 我拿他登记 要我能闹能登记 到了登记人 你们都说 你们这么大事还登上去 你们都是这么闹 你刚开始是觉得 就是搭乎伴手了 对对对对 他不能闹老闹 你俩才能闹记 对对就登记 张大爷说 谢大娘的老闺女闹得最欢 当时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 谢大娘的儿女们也不反对 但是要求三万元的彩礼 张大爷拿不出这么多钱 最后给了五千块 放在了谢大娘的三儿子那儿 同时 他闺女还让张大爷签了一份协议书 人民币五千元收到 同意就是他母亲 就同意他来你家过日子 对对对对 第二条是老太太死在张药家 您负责发报 对对对 如果是你们两位老人 不能自理的时候 由自己儿女收养 对对对 然后老人病 就他要是有什么病的话 你得给他负责给他治病 就是这样 要一个超万元的 那就是两头儿女 都得什么 要说这老年人再婚 怕的就是在钱上和养老上扯皮 所以签这么个协议也无可厚非 白纸黑字写得明白的 大伙也图个安心 这婚也结了 财礼也给了 协议也签了 包括到老了都不用儿女们发送 这省心都省到什么份上了 你说这大闺女的还闹个什么劲呢 怎么就不能让这俩八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 消停过个日子呢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张大爷说 谢大娘前阵子申请了临时救助 一个季度能有两千块钱的补贴 就是这点钱让两家人闹得是不可开交 就是这卡没给她们弄 临时补助这个卡 要给她那啥时候没有了 如果是现在这个临时补助的卡给她姑娘的话 她现在就不多了 对 你想过让那个老太太回家去过日子去吗 你这么大岁数了总做你也受不了了吗 我受不了 我这边她不回家 她要回到那个板房去 这个要喝药 我这样我就不撒手 她如果还说回到国内家 我冲热手 我这样马上就要回家 谢大娘抱屈 张大爷委屈 这日子过得憋屈 老人说了 就在我们记者来之前 谢大娘的姑娘刚打完电话 把自己给骂了一顿 我这么大是八十岁的孩子 我能也要她这么老骂我 我们俩感情是相似的 已经二年多了 就是要不她我念她得要死 她说我应该死得了 我姑娘家儿家谁我也不去 你说这样我能遇见她走吗 我就觉得我们俩过个幸福生活 已经晚年了 是吧 她帮着我 我帮着她 是吧 一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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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不过幸福也晚年 我们就这个要求 不想象她们 她那头儿女 我也不想她 她也带神经来做闹我们 也带我也不推 她们给我们养老费了 或者我们啥也不要 这俩都谁做饭呀 平时我们俩 她忙活上 我还给收获 可是老婆一般我不值得 我是个男的 她是个女的老太子 她没体力再高 她不干我 就是我心脏不好 学校狗 人人身体挺好 她们得回百岁 我恐怕是不行 看着老两口真心实意地 互相关心 彼此照顾 记者也希望她们能够安详晚年 于是我们给谢大娘的女儿打了电话 希望能够化解她们的矛盾 没想到这电话一接通 女儿情绪瞬间暴躁起来 请你接阿姨 她都不安静 你接阿姨没事你接 完了 姐 这家女儿挺能跟哥 把我整的地上去了 我 我 我让你回来一下 跟妈妈 我把这身对着一下吧 你该把我回来 回去 你为妈妈留你呀 不是 你是谁呀 你作为一个子女 这么跟你妈说话对吗 跟你们有一毛钱关系 你该干什么去 那你妈因为死在外边都不想回去 做子女都不应该反思一下吗 不是 我干啥反思 我反思 你现在是在跟我打电话 不是跟她打电话 你一口一个脏话 我接受不了啊 你接受不了就不要采访我 该干啥干啥去 说理完理了 不是 咱们是不得讲理了 咱们你管不管 你要杀谁呀 杀你 你跟我姓啥这是我你 你算干啥的 不是 那我问你 你要跟你妈 这听着可不像给妈打电话 像是跟仇人打架 句句不离脏字 字字骂人诛心 咱就说 这是生你养你的亲妈 就算是素不相识的八十多岁老人 也不能口无遮拦吧 话说回来 虽然女儿情绪异常暴躁 但她口口声声的 要当面跟妈妈对质 她到底要对质什么呢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咱们不知道的隐情呢 想跟你妈对质什么事 我可以陪她去一趟 陪你来吧 对啊 那你要跟你妈对质什么事啊 我说你现在啊 老张头子领我妈去骗姐姐 你把她俩登记这个手机拿回来让我看一眼 再一个 我妈那天就往打电话哭 老张头子把这个钱 钱都给存者给我的了 密码不告诉我 完了这个东西给我写个号 不知道是不是密码 把这个号给我了 把存者的老张头又高起来了 说盼人女话 她跟我吴姐 咱们四个人溜一下 一起对着一下子 你又回家 我们不留你 你跟你妈 你现在都连你妈都不要了 她她为什么要回去跟你说这个钱的事啊 她干嘛不跟我出金牌的 把人女送上法庭 有这样妈吗 啊 谁你你妈起诉你了啊 这是我张老张 就起诉她女的去了吗 我只是来给你调解的 没有人起诉你啊 你姑娘现在就觉得你说了 就是说了 你之前跟你姑娘说过 她把你那个钱拿走了是不是啊 你说我没了 我没说你没 你说 你说 你妈刚才也承认了 说确实跟你说过这个事 31号之前说的 问问啊 对 因为你我告诉你 我没别的意见 你听明白了 嗯嗯 但是我哪人都得找个伴 对吧 嗯 是我爸没了 你找个伴 我们支持你了 对不对 嗯 支持你了 不能老白 老白的嘛 说嘛 而你花我妈钱 说来说去 都在围绕钱打转着 女儿说了 母亲卡上的钱 她是一分没动 而张大爷 不仅总说 他们儿女花了母亲的钱 还对自己母亲藏心眼 为洗刷清白 她必须要当面 跟母亲对峙这件事 于是 谢大娘请求记者陪同 跟女儿见个面 慢走 没事 保证是你 没事 我去跟她姑娘说说这件事 当时候她姑娘刚才在电话里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她跟她妈掰成明白这件事之后 将来她妈死了之后 你就别再去找她 你说你得来给你妈办这些丧事什么的 因为当时你协议上写了 对对对 那好吧 就在开车出去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谢大娘突然接到了女儿电话 女儿变卦了 我就问你 我说那你现在也不需要你妈跟那个 你对质这个事了是不是 咱都不需要了 我也不想见她了 让她不去得了 那就这样啊 就是我们也不去了 然后那个 那个你 你这边不是不需要跟你妈对质了吗 然后那个 这个事之后 你不说那个张耀叔叔老买去你吗 这个事我嘱咐他一下 有没有的我都嘱咐他一下 然后往后呢 你也别打电话总骂人家 80多岁的老人了 真的经不住你那么骂啊 没大意子 这事就跟拉打过去了 既然见不着女儿 谢大娘提出要去找她的五儿子 她准备在那里捉一碗 第二天再返回张大爷家 晚上八点半 我们把谢大娘平安送到了目的地 我妈这一辈子没想到我 找个老头 你老头对挺好 你帮不上 你不能猜 也不能搅 你说老妹我说是不实话 你称灵骂人家老头那么大寸 人家老头的儿子也不少儿女 人家有钱 咱们不是不赢钱去的 是不是啊 他张嘴就骂人家老头 八十岁给你骂的吗 我就是咱们爹 就是活了 谁家没有老人 人家采访还是骂头 对不对 那你姐看不上人家老头哪儿啊 老是打人后骂人家 他脱马张飞 你听我说啊 包括我姐过那时候 他都脚 你姐啊 对 我四个俩姐 我是最小的他就脚 他就脚 就是等着脱马张飞了 你知道吧 一天 他脚和这个脚的那个 他不说理 张嘴就骂 行 那你这样 我就把你妈交给你了 那你明天要回青岗的话 再给她拉回去 那谢谢你老妈 都说家和万事兴 过日子过的就是和和气气 平安喜乐 你说这当闺女的 不说跟妈妈贴心 给妈妈解忧 还没事找事 到处搅和 这叫什么呢 不孝望 家本身不应该是讲理的地方 应该是没有斤斤计较 咄咄逼人 只有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咱抛开这些不谈 身为儿女 对于年迈的父母 如果做不到跟前尽孝 至少咱能做到各自安好 您就这么想 今天您对父母的态度 未必不会是您年老时的写照 是这里 今天这事 你要是问我怎么看 这就叫 自己也有年老时 上行下校也未知 莫要算计莫坑老 不作不闹 日子好 日子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